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 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拉开大企业时代的序幕 作为我国建材行业的排头兵企业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紧抓历史机遇不断低利奋进 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建材史上的发展奇迹 中国建材集团成立于1984年 在成立之初的十余年间 致力于新型建材的生产推广 为我国建材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2002年 中国建材集团实施战略转型 从建材装饰材料为主 转变为涵盖水泥 玻璃 新型建材 新能源材料和新型房屋等产品 及产业制造 科研设计 物流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建材产业集团 十年来 在国务院国资委的领导下 中国建材集团以善用资源 服务建设为核心理念 大力实施科技创新 大建材国际化 人才强起战略 践行央企适应模式 走一条资本运营 联合重组 管理整合 集成创新等发展道路 营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 利润超过100亿元 双双增长100倍 成为建材领域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在水泥领域 中国建材集团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大力推进联合重组 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构建起淮海 东南 北方和西南四大战略区域 水泥产能 商品混凝土产能 均位居全球第一 大建起完善的产业链条 形成良好的市场联动 在三星产业领域 大力发展新型建材 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 成为全球最大的纸面石膏板生产商 全球最大的玻璃纤维生产商 国内最大的方便叶片生产商 国内最大的碳纤维原丝生产商 和国内最大的融住耐火材料生产商 中国建材集团同时也是 国内领先的新型房屋制造商 行业领先的伏法玻璃生产商 中国建材集团拥有13家行业一流科研设计院所 和1.3万余名科技人员 十一五以来 共承担国家科技项目课题700余项 获国家科技奖励7项 省部级以上奖励仅650项 制定修订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700余项 累计拥有专利2700多项 自主开发的万吨级新型钢瓦水泥 高性能混凝土 5000万平米纸面石膏板 超大型伏法玻璃 大型特种电线电缆等成套核心技术与装备 成功应用于工业生产 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运用于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三峡工程 神舟飞船及武器装备等重大工程和项目建设 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国防工业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建材集团依托科技研发 产品制造 成套装备的强大优势 进出口业务覆盖全球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先后在美国 德国 加拿大 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成为与当地政府 企业和人民 合作共赢 和谐共处的典范 中国建材集团拥有中国最大的建材电子商务出口平台 亿单网 以及实力雄厚的建材物流分拨中心和建材连锁超市 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建材集团努力追求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为建设美丽中国 亲力奉献 在原料的采用上 倡导循环经济 在保证质量 环境和消费者健康的情况下 让城市和工业废弃物物尽其用 在生产过程中 实现无害化处置城市垃圾 追求废水 废弃和污染物的零排放 在产品应用中 注重节能环保 舒适健康 中国建材集团努力回馈社会 在灾后重建 新农村建设 工艺事业中 勇于担当 彰显了责任央企的形象 海纳百川 又容难道 展望未来 中国建材集团将以更加开放的事业 更加包容的胸怀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推进正和优化 加快转型升级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建材产业集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